我把验尸散收了 开始验尸 死者年龄约为25岁左右 从瞳孔混乱度和湿疆程度判断 死亡时间大约为12小时 死因和上一期案件一样 是从后面被勒死的 凶手手法极其熟练冷静 我毫不怀疑是同一人所为 死者身上的伤虽然很大 但惨不忍睹 由于从高空落下 身上多处骨折 脊柱也摔断了 但有用的线索却不多 孙冰心指着死者复补的字说 这个能瞧出笔记来吗 我摇里摇头 看不出来吧 那刀刻的和卧笔写字完全不一样 孙冰心指着一个别话 你瞧这个弯钩区的方向 和其他有些不一样啊 多少有点个人特色的 我点头 但是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 笔记和指纹一样 没有参照对象的时候 是没有意义的 但它可以作为以后的 诚堂证供 我用洞优之筒 查看死者皮肤上的创面 和上一桩案子相同 凶手是一个左撇子 我还注意到除了性小的摩擦之外 腰部还有一道勒痕 看着像皮带 上面有梅花点状的花纹 而且这条皮带还延伸出一部分 从两腿之间穿过 似乎是一种奇怪的内裤 我不见好奇 问他 有这种内裤吗 孙宾信摇头 我可没穿过啊 我想问问黄小桃 发现他不见了 旁边的人告诉我 黄小桃寻找证人去了 孙宾信摆开死者的嘴去检查 我盯着死者的皮肤 在发呆 之前我以为 凶手拿麻袋装过死者 因为能在身上摩擦出 一道道痕迹的衣物 我认为是不存在的 就算光着身子穿毛衣 也不会摩擦成这个样子 可是这里存在一个疑点 死者身上的摩擦痕太均匀了 如果是放在麻袋里面 肯定是后背受到摩擦大于前胸 但死者身上前后摩擦的痕迹差不多 宋阳哥哥 快瞧这个 孙宾信慢慢地从死者口中 掏出一个红色的东西 原来是一个玫瑰花苞 保存竟然相当完好 他身轻醋恶地打量了一下 我借过他的镊子 对着花苞嗅了嗅 只是一个普通的花苞 孙宾信将其受监政务带领 我俩继续 死者嘴里似乎有严重的口腔溃疡 仔细一看 发现与溃疡的形势有些不同 像是硬物造成的口腔黏膜破损 死亡12小时的死者 胃里的细菌正在分解内脏 即便口中残留着淡淡玫瑰花香 也掩盖不了内脏里散发出的腐败气味 要不是我早就习惯这种气味 也不会从中分辨出 一丝不对劲来 我仔细嗅了嗅 闻他 什么味道 你闻到了吗 孙宾信皱着眉头闻了闻 尿嗓味 我把死者的嘴合拢 在死者脸上紧不嗅闻 阴心嗅到一丝尿臭味 孙宾信诧异地说 死者生前被虐待过 我沉吟着说 是的 但是是死者主动的 而且他很享受 什么 众人一阵惊恶 我解释出 死者身上的种种反常表示 他是一个虐恋爱好者 他生前应该在嘴中被塞过球状的污体 还喝过尿 并且全身赤裸地 穿着一种质地粗糙的紧身衣 这种衣服往往会露出敏感部位 供人挑动 他的腰上应该系了一根很紧的皮带 在下面塞了一根假玩意儿 孙宾信说 这样的话 凶手就是失虐的一方了 我摇头 不一定 但找到那个人 一定能提供不少的证据 我继续检查死者下体 死者阴道向外翻着 毛发上粘着一些凝固的分明物 我从怀里掏出一个鼻烟壶 从里面倒出一些白色粉末在手上 对死者大腿一吹 粉末落在上面 立即有一大片的区域变成紫色 然后又迅速消失 众人一阵惊讶 宋贺廷惊察说 秦复辉 没错 秦复辉是喜愿记录真本中 用来检验奸情的东西 是拿蝉除的皮线和木香乳液 磨出的一种粉末 对阴道分泌物有反应 我是为这个案子特意准备的 从秦复辉的反应来看 死者留过一大片的分泌物 应该是生前查入异物造成的 接近阴道附近却没有反应 那上面看似分泌物的东西 其实是淋巴液 也就是说 死者也被经过尸 我用镊子分开阴道看了一下 发现阴道内壁有一些破损 是死后造成的 凶手真是重口味 我仍然想不明白 凶手采取哪种体位 虽然这可能不太重要 但不弄明白 我就是不舒服 这时候黄小桃进来 问他 宋阳 宋阳宴完了吗 我们发现一些线索 我拍拍手说 宋完了 尸体带回去吧 出门的时候 我小声问黄小桃 这次干嘛要故意回避 黄小桃怂怂肩膀就说 最近不是太想看这种 女性被虐待的厌世现场 我怕自己变成性冷淡 他的回答让我一惊 我自己神经大条 完全没有这种意识 黄小桃找到了目击证人 是两名酒店工作人员 由于酒店管理比较严格 员工想过烟烟的时候 会跑到监控的死角 傍晚五点左右 两名员工跑到顶楼抽烟 突然发现边缘外面 有什么东西在晃来晃去的 定睛一看 竟然是个女人 被吊着双手挂在那里 两人自然是吓坏了 也不知道对方是死是活 想把女人拽上来 没想到一碰绳子 绳结竟然自动滑落 女人就笔直地掉下去 砸在一辆车上 两人以为自己害死了人 吓得不轻 所以黄小桃把酒店 所有人集结起来询问的时候 一开始失口否认 但黄小桃经验丰富 一眼就瞧出 他们在撒谎 我觉得没必要 特意见一下墨迹证人 他们不可能是凶手 就问黄小桃 还有什么发现吗 他回答说 监控录像 好像拍下了凶手 这个我可太有兴趣了 立即叫他 去看看 我们来到监控室 王源潮已经赶到了 他调出一段录像来 画面里 一个穿着工装裙的女人 从走廊经过 突然扶着墙 直不起腰来 停了好一会儿 慢慢地往前挪步 又走了一段 女人又重复一下 这个动作 这时候 从画面另一段 出现一个男人的背影 双手插在口袋里 女人回头 看了一眼男人 在另一组监控里 拍到两人一起上楼 这组画面 拍到男人的脸 看上去四十来岁 他鼻子厚嘴唇 身材有些胖 黄小桃问道 你瞧死者歪歪扭扭的样子 凶手是不是对他 下麻醉药了 我笑道 你弄错了 这人不太可能是凶手 顶多是个遥控玩具爱好者 遥控玩具 黄小桃瞪大眼睛 我解释说 死者和这男人 是来玩虐恋的 他下面应该插了一个 遥控的振动器 男人的手是放在口袋里 很可能是握着一个遥控器 我对SM了解不多 听说SM的人 就喜欢玩拘束衣 塞针动器 外面披上正常的衣服 跑到人多的地方 去玩各种play 那种暴露的风险 会大大刺激 他们的生理快感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5级更新 尽快完结 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 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